现在的金融危险到什么程度了呢?需要国安部跳出来赤裸裸的威胁市场,不允许发表抗空言论,至于做空甚至已经不是简单的违法了,而是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重大恶性犯罪行为,要由国安部亲自处理了。 按规律来说,越是闹到这份上,距离看到大结局的时间就越快。我这几年真的是亲眼见证了好多靠运气挣钱的老板用实力输光的故事,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吧。 广州藩语有一个做专业市场的老板,可以说做得非常大了,在某个细分领域可以说做到了极致。 这位大佬一直到2020年,日子都很好过,这20多年的经济起伏,对他来说就是一直起起起起起。 好吧,2020年之后在酷烈的新冠管控之下,全国经济肉眼可见的萧条了起来,这位大佬根本就不以为意。 他觉得自己逆时扩张的机会到了,可以趁机拿很多项目。 于是,他在广东云福、云南区境这样的18线地方,一投就是数亿,一买就是几百亩地,开发专业市场。 各位可以很容易地就想到后果,这些烂项目统统无法经营,不能产生现金回流。 把这位老板一辈子的财富吞噬得干干净净。 到现在,他公司的员工已经有6个月没发工资了。 现在抖音和微信视频号都在讨论万科要爆雷的事,盛况空前。 并且其中很多都直接使用了我的推特相关内容。 有些甚至直接截图。 公众舆论这么闹腾起来,万科的销售端会出大问题。 好吧,闹到现在这份上。 如果万科真的有什么资金上的应急准备,他必须动用这笔钱去回购他暴跌的海外债券了。 毕竟是五折回收,可以说正大了。 如果万科始终不回购债券,不给市场和舆论以交代,那他死定了。 关于房价要降到什么程度去,我的态度非常明确。 鉴于2015年之后的房价涨幅,全都是靠涨价去库存这样的金融手段强行推涨起来的泡沫,与宏观经济和居民的收入水平完全不挂钩。 所以,房价第一步必须跌回到2015年,也就是从目前全国均价1万块钱,跌回到2015年的6500块钱,全国普遍打个六五折。 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的上升和下降幅度,决定房价下一步的走势。 考虑到中国经济已经在坚定的下行通道,GDP长期的负增长已经是板上钉钉。 所以,全国均价跌回5000,已是定局。 注意,所有12345678线城市,全都如此,没有谁能抗跌这一说,真是太搞笑了。 终于轮到深圳国资委和深圳地铁出来嘴炮就是了。 这些虚头巴脑的表态没用的,唯一有用的表态,就是万科回购他的海外债。 五折啊,相当于借一块钱只需要还五毛钱。 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 至于深圳地铁表示会收购万科的项目,这就更搞笑了。 万科已经到了卖项目还债的关口了吗? 还有什么择机收购万科的债券,择什么机? 五折的机还不够好,跌到二折了才到这个机? 真是,无法吐槽了都。 要收你就现在掏真金白银去收,嘴炮个毛线。 外资的撤离已经是无可挽回。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刚刚发布的数据,三季度的外商对华投资终于呈现出净负值的情况。 118亿美元。 从加入世贸以来,这是第一次出现负值。 这意味着外企资金的净流出状况,已经非常恶劣了。 与前几年动不动就单季度500亿800亿美元的投入相比,更是恍如隔世。 那个中外友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一定是中外对抗的时代。 官方这么多年的对外仇恨宣传,终于结出了硕果。 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海关总署刚刚发布的数据。 10月份中国货物出口2717亿美元。 同比去年同期的2984亿美元,降幅8.9%。 货物进口2180亿美元。 同比去年同期的2132亿美元,增幅2.3%。 货物竟出口537亿美元,同比去年同期的852亿美元。 同比降幅高达37.0%。 看清楚这个降幅,竟出口基本扑街。 1到10月份累计,货物出口27920亿美元。 同比去年同期的29970亿美元,降幅6.8%。 货物进口2180亿美元。 同比去年同期的22666亿美元,降幅7.0%。 1到10月份的货物竟出口6840亿美元。 同比去年同期的7304亿美元,降幅6.4%。 整体来说,10月份的货物竟出口下降速度。 令人触目惊心。 这种趋势维持下去的话。 顺差完蛋了,很快就会退回2018年。 年度货物顺差3000来亿美元的水平。 再扣减每年2000多亿的服务贸易逆差。 以及投资领域的外资流出。 美元流入,马上就要清零,乃至是负值了。 话说我从大陆到香港,在专业上最大的感触。 就是两地工程费用上的巨大差异。 大陆建大学这种公共建筑。 单方建安成本5000块人民币。 这还是把设计和环境绿化费用全打进建安成本里的结果。 并且还包括了照明通风等积电系统。 如果单算建筑本身撑死了单方2000块钱。 香港这边建一所大学单方建安2万港币起算。 分分钟干到三四万,没有任何疑问。 一个现场普通魔工,大陆一个月工作30天。 每天十几个小时,月薪撑死万把块钱。 还不能按月发。 香港则是5万起算,每天严格8小时工作制。 每周双休,工资必须当月节,很多是周节。 项目上各自的安全费,都按2%计题的话。 大陆每平米提100块钱,基本没人提这么多。 香港每平米提400块钱,确定无疑地提出来。 专款专用,所以大陆的安全事故发生率。 是香港的四五倍,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 至于工程质量和建筑寿命。 香港满大街都是百年建筑。 大陆的建筑绝对不可能存续超过50年。 这也是必然。